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疫情冲击 今年有不少国际级的诣文活动纷纷喊咖 但是经典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却如其来台 而台湾也成了唯一能够如其演出的国家 不过因为剧团没有像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 以及大廷琴家马悠悠申请诣文专案 缩减简易天数 所以演员们都必须要经过14天的完整简易 才能够出关 传人们挨过了14天 一出关都迫不及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 而接下来年底还有好几组国际译文团体要来台湾 不过文化部表示目前都没有申请专案 预计他们如果要来 每个人都得经过14天的隔离检疫 才能够出关进行表演工作 震撼歌舞打动人心 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第四度来台 但是疫情期间没有特别申请专案 剧团将近130人通通经过14天 扎实的居家检疫才能出关 剧团今年年初疫情还没大爆发时 在韩国巡演 不料却有两名成员确诊 后来全球疫情大流行导致巡演停摆 现在只剩下台湾成了唯一能够如期演出的国家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国际表演者来台数量大大减少 上个月的俄罗斯钢琴家演奏会 还有这个月的大提琴家马友友都是申请专案 通过艺人泡泡模式缩短检疫天数 但严奏时必须佩戴口罩 而年底接下来还会有国际知名的 踢他舞剧火焰之舞 和狮子王电影的交响音乐会 文化部表示目前这两组表演团体 都没有特别申请专案 将会配合国内防疫居家检疫14天 才会进行演出准备 记得周庭跟RDT报导